但是我们可以讲 美国会出兵阿富汗 美国可以出兵伊拉克 是因为他们都不是美国的对手 可是美国要不要出兵俄罗斯 美国要不要出兵中国大陆 这个是美国最艰难的决定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国台办在WHA世卫大会上 直接公开点名日本干涉台湾内政 日本是帮台湾发言 有27个国家帮台湾发言 但是国台办这一次出人意料之外的 直接点名是日本 显然国台办是意有所指 认为日本极有可能会违反 所谓的一中原则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很多评论家 现在讲 中国大陆霸凌台湾 一中原则印经名存实亡 一中原则真的是名存实亡吗 我们看看台湾最近对外的例子 尤其是欧洲跟联合国 联合国讲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那我们再来看看 台湾最近几年在欧洲 花了很大的功夫 但是无论丹麦 无论瑞典 无论挪威无论立陶宛 还有奥地利还有相关的这一些国家 都回复到了一中的政策 但是真正想要掏空一中的 应该是美国 就是美日大国 他们联合起来想要掏空一中 所以呢 赖清德发表的就是报告 就是演说 美国欢迎就是最后他讲欢迎以后 他们说他们还是遵循一中政策 就是说 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大陆化的红线 大家不要愉悦 但是这次令我比较意外的是 国台办直接点名入本 过去国台办很少点名入本 但是在世卫大会上面 他说干涉中国内政 这句话是讲的是非常的严重 就是让我们想了起来 当时候中日条约签订的时候 甚至于当年 尼克松跟周恩来总理谈的时候 美国承诺绝对不会让日本涉入到台湾事务 那这些档案现在都已经公开了 所以会不会是日本的松动 让中国大陆提高的警觉 就是说这些国家是不是不想遵守一中政策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台湾当然受到鼓励啊 台湾今年有27个国家支持他加入所谓的社会组织 虽然他们是发言支持台湾加入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提案 美国日本都没有提案 真正他们关心台湾的话 他应该提案啊 但是显然他也想去摸中国大陆的敌意 就是测试底线 我发言不提案可不可以 但是国台办也非常的迅速 讲到日本干涉中国内政 这个两厢交锋的情况之下 日本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反应 那显然他又退回到 所谓的一中政策的原则里面 我们看一中真的名存实亡了吗 现在在美国里很多人都希望 美国去放弃一中 但是美国一旦放弃的话 那他跟中国大陆签订的三个条约 如何兑现 因为他说两岸的中国人均 承认一个中国 这个在上海公报里面是明文记载 从这些我们就可以完全的看得出来 一中名存实亡 他主要的关键就是在于美国的态度 美国的态度如果不改变的话 日本也不改 其他国家也不改 但是美国现在对于 所谓的一中是慢慢切香肠的方式 不断的去碰触中国大陆化的弧线 只要中国大陆一有反应 他就退缩 没有反应的话 他就向前一步 所以这两者之间一中到底有没有明存实亡 这个是虽然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但是中国大陆是不会放弃 那现在中国大陆不放弃的一个原则 就是反毒神器 第一个我在国际间 我要强调一中反对台湾独立 在国际间他必须他要反毒 况且声音越讲越大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他必须要要就他的军事实力 有所提升以后才能够有这个底气 警告台湾 警告台湾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如果一中政策不存在的话 两岸爆发战争 那哪一些国家他会有强烈的反应 有很多人讲说是29国啊等等那些 但是可以告诉各位 有强烈反应的就是美国跟日本 欧洲是口汇是不是 因为毕竟距离太远 我曾经跟我欧洲的很多的专家学者讲 我说如果恐怖主义 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发生在欧洲 英国也好 法国也好 德国也好 你们能够兵力投射到阿富汗吗 没有一个人讲话 我说美国是有兵力投射的能力 你连兵力投射的能力都不及阿富汗 请问你 你如何应对军事强国中国大陆 我说现在的战争是强调兵力投射 如果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 发生在你法国跟英国的话 你们会千里用兵到阿富汗吗 我说这个就是兵力投射的问题吗 你英国跟法国不敢会有那么强的反应 但是美国可以 一个月完成少当 我说美国可以吗 他凭借的是他的军力 那就是因为美国军力 军力是强调事实存在的 所以呢 中国大陆的反独神器 就是军事武力 一个是国际政治反独 一个是军事武力去压制台独 还有一个是政治 政治号召 就是实时告诫台湾 你不能滑向独立 那你只要滑向独立 我就有反应 这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为什么不放弃 武力对付台湾的一个战略的选项 一旦中国大陆做了承诺 说我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我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台湾一定跑掉 就是一个战略的选项 放在这个地方 美国才会不断的测试 看看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是第三个 那第四个 就是说中国大陆也判定 对于台湾问题 跟它的区域安全是息息相关的 我放走了台湾 我可能几个地方 我都要放弃了 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中是不是名存实亡 一中的名存实亡 这个是假议题 是别人在测试 那反独神器呢 像两颗利剑的六大 什么歼20东风导弹 052型战绩 还有那个卫士型火炮等等这些 这些表面上叫反独神器 这个实际上是恐吓台湾 你只要敢群举妄动 你就接受了我这些炮弹 那这个是备而不用 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战略选项 那往往我们现在对于战略战术是混为一谈 就好比说中国大陆真的出兵台湾的话 美国的反应那是怎么样 截至目前为止没人知道 甚至于连美国他都不知道 我要如何反应 他要等事件发生 他才能够反应 就是这样 所以就很多人都去问美国 那很多主张台独的认为美国一定他会出兵 他的原因就是说连美国都不知道的事实 什么都不知道的是他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但是我们可以讲 美国会出兵阿富汗 美国可以出兵伊拉克 是因为他们都不是美国的对手 可是美国要不要出兵俄罗斯 美国要不要出兵中国大陆 这个是美国最艰难的决定 这一次麦考尔讲得非常的清楚 事实上过去我都讲过 但是如果台独不信邪 认为一中名城实亡的话 那大家就走着瞧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